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问题啊 脾虚的朋友 不管是你是最后结果是胖的 还是瘦的啊 这个到底该怎么办 郭老师给了三个小方法 这三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生活中入手 饮品锤子和贴纸 先说贴纸吧 好贴纸啊 其实就是一个肚脐贴 肚脐贴呢 就有几个关键的地方 第一肚脐子 肚脐子呢 是中医的一个 韧脉上的一个重要的学位 这叫神缺血 神缺啊 这其实是生命孕育的地方 对我们养生保健非常重要 那对于这种脾虚的 一胖一瘦的 是不是即便是肚脐贴 我们的内容也不一样 对啊 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采取不同的肚脐贴来贴肤 瘦的是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 我们就得用一些补法 虚性的脾气虚的 肚脐贴呢 用三个药品 第一是桂圆肉砸碎了 第二呢 用花椒 花椒你不能整个的用 也得给它砸碎 砸成碎末 或者盐碎末 最后一个爱荣 混在一起 三味药啊 在一起啊 它就起到一个 补脾胃 温暖脾胃 温通脾胃 这么作用 补脾胃在桂圆 暖脾胃在花椒 温通脾胃在爱荣 有量吗 大家想一想 肚脐子就能打点地方 药量没必要那么多 一个会员肉 五六个花椒粒 捏一小捏这个暗绒 就足够了 给它混合在一起 之后贴伏到肚脐子上 最好是晚上贴伏 你平时啊 你在外边走 一跑一跳 容易它掉下来 是 那它不方便 这能用多长时间 一天晚上用一次就行 每天都贴伏 贴伏一周到两周都可以 妥了 这是瘦的啊 那个胖的 胖的那个 它是由于脾虚 为基础导致的 弹食内生 就在脾虚的这个 肚脐贴的基础之上 再给它加上一个 去弹食的药物 而且去弹食 还得是个温热性的药物 这就用白戒籽 去弹食 效果很好 白戒籽的砸碎 跟这个药物一获 获完之后呢 就贴到肚脐上 但这个贴到肚脐上 有一个问题啊 这白戒籽的这个药啊 辛辣制品 它对皮肤和黏膜 有一种刺激性 如果要是 对于一些刺激性物质 对耐受性差的话 贴伏的时间呢 少一点 一两个小时就够 白戒籽用多少 三颗就可以 给它打碎 不用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啊 你那个肚脐 就是内定性的 皮肤黏膜受不了 那直播间有人就问了啊 说他呢 之前呢 也是医生给开过 这种肚脐贴 然后头一天晚上 就贴上了之后 然后呢 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 就忘摘了 就一带带一天 说这样的这种带法 还可以吗 乐观上能够增加药效 但是也会带来一种问题 就是胶部别过敏啊 贴多了以后 胶部过敏 或者胶部那个局部 容易有皮损 就麻烦 如果没有皮损 这倒可以